八点不当,步行街上的顺时流量突破三万六千人次。 在南京路步行街沿线,警方引导游市人群滞留节快造成拥堵。 流量高峰时,在南京、湖北、南京、福建路口采取分流措施引导游客向天津路、九江路绕行,减轻步行街客流压力。 超过去年旅游节同期近一倍,此时一千余名警力已全部投放到街面。 此外,当外滩冰水区客流达到预警时时,警方还将对滇池路至九江路上下降低的四号。 是九月以来客流量周末最多的一次,也是南京路到今年为止最多的一天。 随着步行街东拓项目完成,外滩冰水区与南京路步行街直接相连。 为了管控外滩,南京路沿线大客流,警方根据现场实际,T次组织力量加强现场管控引导。 原来出现的问题就是这些人流到路口之后,会越来越堆积,超过这个恒行道范围,然后到路口这里。 现在全部变成步行街之后,我们可以一切为二,然后整个南京路的步行街范围就会扩大了,然后这个水池也会相应变大。 我们这边还设置了一个三角的安全区域,然后让人可以,人有序的到这个路口范围,然后到路口范围之后呢,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的管控措施,然后可以更加有效,更加迅速的把人流引导过去。 五号通道采取指下不上的单向通行措施,引导游客向南北两侧的其他通道上降低,使客流均衡分布形成单向循环。 游客观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